《伏裁碗》 《伏製碗》 《伏裁碗》 《伏裁碗》 我想给那个六弟拿一个条子看一下 您拿个条子可以拿上来吧 在那下面 大嫂的举动令在场的每个人都不禁紧张起来 神秘纸条是否就是导致他们收嫂关系 渐行渐远的根本原因 这张纸条能否给目前僵持的局面带来转机 就是想看一眼 這是我愛人在世的時候 寫的一張條子 我想讓六弟看一眼吧 你自己心裡有個數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問一下大嫂 這個條子代表什麼意思呢 自己想想 我不知道你直接明說 她不是跟你聊了話嗎 咱們把 不是留的話 你就看好這個條子 你自己應該心裡明白 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都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可以讓 像歷史 是幾個月份年份的日子 下面有幾個數字 六弟應該知道 你自己回想一下 2005年8月3號寫了個3.6萬 然後說 寫了個家裡老頭 可能就是指父親嘛 給小六了 說說給你 是不是可能當時 父親有這樣的一個 工資單上的一個存款數 是嗎 我想應該是 這是她把存折交給 你小叔的時候 然後寫的這個條 相當於可能 她跟我說過這件事情 嗯 但是我就說 你把爸照顧好就行了 其他那些事情不要管 所以正好是在病重的時候 因為什麼說到這件事 就是因為六弟在他的床頭前 問他要說 你已經生病了 你還拿爸的工資幹什麼 拿爸的存折幹什麼 我只是跑妥了 記得 這是大家的意思 不是我一個人去壓制存著 你明白嗎 你千萬記得 這個拿來了 我也沒拿到我手裡 那你還記得你哥當時的表情嗎 他都病成那樣了 你站在床頭 你指責著他 他是什麼樣的心情 我再問一下 我再說一下道次 我替你哥哥說一句話 我這個 你還在這說 是 這是家裡所有的事 從你入北京 都是我去跑 我去張了 我去得罪人 我去做事 我任何好處也得不來 我都是不是 我怎麼都是不是 我做再多也是不是 我就強調這一點 是與不是 不是你自己在說 而是我認不認可你 我就是拿著那錢 也是放在家裡了 去折的最後 大哥是自己放過去的 是啊 是你哥哥自己放過去的 你拿著錢幹什麼用了 你自己心裡應該明白 來 我想看你哥的在天之靈 你應該對得起他嗎你 你自己拿著這個錢 你自己都已經取出來了 說你用錢 買我大巫的房子 你們拿著老人的錢 做買賣做交易去了 是不是 你不讓你哥哥說 說了我能怎麼樣 我不是不幫助你們 我不是不能通贏 我不放心 因為你現實已經做到這兒了 我能放心嗎 我今天來是什麼目的 我帶著你哥的遺憾 你知道嗎你 你哥對你怎麼樣 你光說為我們付出了 我們能領情 你哥為你付出了多少 你知道母親的錢放在那兒 你要分 你哥哥說了你還沒有房子 著什麼急 說沒說這句話 你回過頭來你就拿這個錢 你們就做私下交易 你對得起他嗎你 等你哥哥發現存證沒有的時候 問到你 你才承認 你還不讓他說 我成親 你爸爸住院的時候 我成親一點 你知道我們家什麼情況嗎 我成親一點 你知道我們家什麼情況嗎 知道什麼 你孝敬老人 我大哥不同意 我能拿這錢嗎 都在我大哥掌握之下 是大哥同意的 是你剛剛都說了 別說我私自拿著 別人知道嗎 別人知道嗎 都是供投都能掌管的 別人都知道 你現在有一個細節 別人了 包括我二哥 誰都不知道 你對得起誰 我生前就說幾萬塊才留我買房 因為當然我沒有買房 因為當然我沒有買房